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统计部门日前公布最新经济预测 下修2023年台湾地区全年经济增长率至2.04% 为近8年最低水平 受全球终端需求疲弱 产业持续调整库存影响 台统计部门今日下修台湾地区全年经济增长率 从今年2月预估的2.12%下修至2.04% 台统计部门表示通货膨胀 升息等因素 持续影响全球终端需求 导致全球经济增长力道放缓 外贸多能降温 是此次经济增长预测下修的主要原因 该机构预测 台湾地区今年商品出口额为4446亿美元 年仅7.27% 进口额为3873亿美元 年仅9.51% 同时预估全年消费者物价指数为2.26% 较二月预测值的2.16% 上修0.1个百分点 显示今年通货膨胀的情势仍然严峻 到门期间